其實二三十年的藥品處方簽 即將出現重大變革 健保署規劃從十月開始 牙醫診所的醫師開立處方簽時 如果在藥品後方 註明不可替代字樣 需要說明原因 如果沒有說明 將視為可以替代 方便社區的藥師調劑 第二階段將從明年的四月起上路 到時候牙醫診所處方簽 不會出現藥品名 會只剩下成分名 要這麼做的原因 是因為藥品缺藥 有時候只是缺某一種商品 而其他同成分的藥品並不缺 但消息傳開之後 會容易造成民眾恐慌 未來牙醫診所的藥品處方簽 改採成分名 是希望改變民眾的觀念 解決社會問題 而這項新智為何選擇 從牙醫診所開始試辦 健保署認為 牙科就醫的患者病情單純 且用藥簡單 大多是消炎止痛為主 至於醫院跟習醫診所 何時比較辦理 目前沒有時間表